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现在在看长哥跟你分享,是一个非常易素的缘分 因为竟然你对饮料这东西有兴趣 饮料不是只是饮料那麽简单 谁开始了饮料呢 差不多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去做人了 正如长哥在过去三十多年提倡的种种另类主张 包括是自家教育、手疗、食生、免疫针 一样料理法是赤裸裸切切底底的正面向社会主流价值挑战 甚至社会上普遍的意识挑战 即是说全世界都错大错特错 这就让长哥暂听字帖在这说给你听 尿是很干净的,尿是很有益的,尿是有保的 尿可以医百病的,尿令我们恢复青春现年益受 尿要尽量多些开开心心的喝 原来尿就是尿这件事,天水,只有一个原罪而已 一条罪,尿有什么原罪呢?不用钱了 即是说没有人可以赚到你的钱,所以没有人会教你喝 大学的医学院不会教,不会做研究 明明古今中外几千年已经有大量的证据 中医有百分之百肯定料是这么正 哪间大学的医院会去研究这件事呢? 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呢? 你真是说到没踢穿它,踢爆它 没有人赚到钱了 所以没有人投资去做这些东西了 所以说来说去,你有一天决定了饮料 你喝了第一次料 你不但只是跨出了重要的一大步迈向健康 而是迈向真正自然的人生 向着超级健康真真正正健康的目标去进发 更加是向主流价值观挑战 而且是一步一步开误 明白到为什么自己竟然一直是 生活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大片局之中 所以喝尿不是只喝尿这么简单 正如我亲眼见到 在我们以前的度假孙那里 每个人都没有摸过一只猫 所有猫猫的动物它都很害怕 当它第一次摸到我们的狗狗之后 它的生命完全改变了 你喝了第一口尿 你的生命完全改变了 我要在这里 首先多谢一位专家 他是30年前我遇到的自然疗化医生 德国人经过香港 是他教我洗肠 教我饮疗 我由那时候开始 这两样东西做了三十年 三十一年 所以现在和你分享 没讲进正题之前 我就邀请大家 我们静下先 我们一起回去 我们原始状态 那一份安静之中 踏通天地线 如果你有条件 坐定定 闭上眼 两只脚平放在地上 我们一起开始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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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耳 下来 现在越喝越喜欢, 初初每日一杯, 现在每日三杯, 好多谢常哥介绍, 只怪自己认识常哥, 认识得太迟, 好感恩, 有一位配说, 我认识一位月位按摩师傅, 他爸爸已经有二十多年, 喝天水, 即是喝尿的经验, 现在九十多岁, 精神饱满, 他说为了令天水的味道好些, 坚持吃素, 为何尿液其实, 好了, 这位就是阿佩讲的, 是吧? 那你就看到了, 好了, 现在常哥开始继续昨日, 继续上一集讲的了, 就是, 为何那些尿, 其实一点都不骚髒, 是非常干净卫生的呢? 那便要搞清楚这件事了, 喝尿这个行动呢? 刚才我讲的, 是全面颠覆, 我们对于世界的基本概念的, 就是说, 我们要搞清楚, 大便和小便, 是很不同的东西来的, 我们的人类的身体, 是极度精巧的, 你可以这样看, 当它是一个大工厂, 这个工厂里面的, 产生的工业废物, 灰气物, 就是, 我们就当它是料, 糞, 排泄物, 人体这个工厂, 是生产生命的, 重要的位置, 那些食物, 所经过使用之后, 产生的废气物, 大家都觉得, 这是不必要的产品, 将它排在体外, 这种想法, 通街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那些东西是没用的, 快点扔掉它, 不然就有害了, 那排泄物, 其实有几样的, 大便, 小便, 痰, 汗, 一般人的想法, 就将这几样东西, 全部都拌乱了, 以为全部都是这样, 尤其是因为, 大便和小便的器官, 很接近, 排出来, 我也是同一个地方做的, 就是在厕所, 所以, 我们很容易混合, 以为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说, 尿也是这么骯髒, 分辨也是这么骯髒, 其实, 尿和分辨的成份, 千叉万别, 差很远的, 我又问一下你, 你有没有领过汗呢? 就是流汗的时候, 有没有呢? 很多人都有了吧? 甚至你领过别人的汗, 尤其是, 你跟别人的性伴侣很亲密的时候, 两个的汗不出奇, 但是, 有几多人会两个人的尿呢? 绝对不会, 对不对? 其实, 汗的成份, 和尿的成份, 是很相似的, 甚至, 事实上, 汗里面含有的有害成份, 多过尿很多, 尿是没有的, 汗是有的, 但是, 真的很多时候, 有无其事的人, 很多汗, 舔一下之类, 其实, 他们搞不清楚, 汗是比较骚髒的, 有害的, 尿是没有害的, 不骚髒的, 搞清楚, 大便小便, 即是, 尿和分辨的产生, 是两种不同的方式的, 我们要饮饮食食, 要维持生命, 是吧, 我们吃下去的食物, 就是, 究竟你知不知道, 后来变了大便小便, 即是我们经过亲头里面, 吸收了那些东西, 大便小便排出去了, 其实, 其实, 那个程序, 实际上的状况, 是很不同的, 我们讲一下, 人体构造的生物学, 生理学, 我们吃东西下去, 就是有口水混合, 就是消化的第一阶段, 原来我们口水, 将, 譬如, 淀粉质, 变成墨牙糖, 这些食物, 混合口水, 就进入胃部, 在胃部里面, 我们的身体, 就会分泌胃液, 胃液就会分解蛋白质, 产生氨基酸, 如果我们吃东西有脂肪, 那我们身体, 就会发出脂肪酶, 去分解脂肪, 不过, 这些分解物质, 都是很少量, 很少量, 就是我们所谓消化液, 是很少量, 大量分解物质, 就是在, 那时候叫入腸那里进行的, 就是包括在十二指腸, 在内, 入腸那里进行的, 食物在胃里面消化活动结束之后, 就开始进入十二指腸, 就在十二指腸, 各种消化液产, 就是发挥它的功能, 在那里的原来, 首先, 你知道什么叫胰壮, 我有个胰, 在胰那里, 就送一些胰液下来, 令到脂肪变成为脂肪酸, 同时, 在胆囊, 就会分别一些胆汁出来, 这些胆汁, 就令到脂肪和消化酶, 更加容易结合, 完全分解后的食物, 就通过胸腸和回腸壁, 就是被血液吸收, 一直吸收, 在未吸收之前, 尿和糞便, 都是同一条输送带那里, 那就是大小便的道路, 一个在外边, 一个在里边, 去到小肠的时候, 就分开进入不同的道路, 一般人将大便, 分辨和尿液, 当做一样的排线物, 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一点, 是这样的, 在销场里面, 完全分解后的影响数, 经过血液吸收, 进入人体内的道路, 剩下的废物, 就由大肠排出去体外, 由大肠去直肠, 送到大肠那些东西, 是完全是废物来的, 我们不合用的了, 这就是糞便的原始形态, 而未消化的食物, 就会混在那里, 送到大肠那里, 由于大肠, 就不会分辨消化液的, 所以在大肠里面, 有很多, 无数多细菌, 开始就发挥功能了, 将未消化的营养物质, 就怎样搞呢, 将它发酵, 分解了, 所以呢, 我们要一条肠, 要尽快将这些食物的残渣, 排了出去身体外面, 这个过程, 跟着, 水分一直在吸收, 原始的糞便, 跟着, 因为大肠在那里移动, 在那里移动, 就将它送去直肠那里, 直肠就是成条肠最后的几寸, 就通过肛门, 排出去身体外面, 那就是说, 分辨呢, 就是食物里面, 已经, 除了所有营养素的残渣, 再经过, 细菌发酵分解, 成为一些很老很旧的废物, 这个就讲了大便, 大便是那些废物来的, 但是尿呢, 是完全在另外一条管道那里制造出来的, 由小肠那里开始, 讲回头, 尿的循环, 就已经跟大便分开了, 那尿是怎样来的呢, 怎样搞出来的呢, 首先, 在小肠里面, 被吸收到血液里面的营养素, 就跟血一起, 就是进了肝那里, 在肝那里, 就是有一些营养素代謝, 就将这些转换成为身体容易使用的形态了, 这个代謝过的血液, 可以经过心脏的人循环系统, 就一路送到身体不同的细胞那里, 在通过去到身体各部份的, 这个过程将营养素和氧气, 送去这么多细胞的途中, 血液也都会吸收到抗体, 和很多的激素, 就是荷尔蒙, 就回到神那里, 成为尿的原料了, 即是原本的粗型, 就是由血那里来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的神过滤的原料, 是每分钟120cc, 24小时内, 就有1700至2000cc左右, 但是不是就这样排出来的, 原料在神那里, 就由尿的细管过滤的时候, 就会溶解一些人可以被人体, 再次吸收的必需物质, 其中九成就吸回身体里面, 那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大家都知道了, 神可以负责调整血液的成份, 就是将原料变成尿液了, 然后将处理过的血液, 就送回去循环那里, 全身走坏它了, 和体液, Body Fluid, 就进行各种交换, 令到这个机体组成, 性质功能, 就长期维持一定不变了, 值得注意的是, 你喜不喜欢尿都好, 尿都会在神那里, 就是被神再次吸收的, 曾经一度过滤出来的尿液, 将会反复很多次, 一日大约六次, 在神那里被再吸收, 吸收的成份又回到血那里, 换言之, 任何人的神, 每日都在喝自己的尿, 当然, 排出去体外的尿, 和被再吸收的原尿, 成份有些不同, 大家差别很少, 即是说, 尿再吸收到人体, 我们不断地做着, 是无害的, 如果你说尿很骯髒, 你说尿有害, 其实我们不断身体里便在吸收着, 在生物基本生理功能里面, 从来我们的设计, 就不会有一些东西, 整个功能, 就会损害机体本身结构, 和能力的, 无论是由生物的产生, 或者是生物的进化, 这个不用想, 我们身体不会搞一些东西, 对自己有害的了, 最好的证据就是, 那肾是将那些已经是类过的尿, 是不断再吸收, 再利用, 对身体无害的, 如果听完这儿之后还不明白, 你想一下, 我们未出生, 是个胎的时候, 其实你是一个胎的时候, 在妈妈肚子那里, 你已经在吸收那些尿, 你已经在吸收那些尿, 即是个宝宝在里面已经在喝尿, 那就证明, 尿真的无害, 要不然个宝宝一早就毒了, 在妈妈的胎里面的时候, 那肾是怎样来的, 那个胎不去厕所, 他都要摇尿的, 他的尿就排在羊水里面, 那个胎是长期在喝羊水的, 不要见到他会对胎儿有害, 所以不用想, 如果胎儿喝自己的尿有害, 影响发育生长的, 又是带来不良的症状, 那捕鱼动物一定会慢慢演发出一种新的结构, 你都可以繁殖后代, 就不会像现在的胎儿里面这样设计, 对不对? 生物具有保存和繁衍种族的能力, 生育环境是不会妨碍子孙兴望的, 不会有一些结构令到胎儿是不健康的, 刚才讲开, 胎儿是在喝羊水, 羊水里面有自己的尿, 所以我们要开认的就是几件事, 第一就是大便分辨, 是没有用的, 就一定要尽快把它排走, 不要让它留在身体里面, 尿就不是, 值得循环再用, 如果你把它浪费了, 是很可惜的, 所以要喝, 尿液, 正常的尿液是很干净, 绝对不会影响健康, 还含有大量营养素和对身体的信息, 科学还未找出来, 这些营养素和信息是可以强生健体, 自白病, 现年益受, 所以很多医学, 世界各地医学, 包括印度、日本和中国等等, 都长期使用尿来医病, 大家听了这么多, 有什么反应呢? K就说, 其实我大概猜到, 天水尿这些, 应该是不会损害健康的, 但真的接受不了, 那为什么你接受不了? 为什么接受不了呢? 因为我们自小被人洗脑, 不是我们的错, 是真的, 好了, 讲了这么多, 我想你现在很心急, 那些尿怎么喝呢? 长哥又现在教你了, 好, 好, 我有三十年的经验, 尿可以是外敷, 可以是内服, 即是喝又可以, 茶又可以, 先讲喝先, 怎么喝呢? 超简单, 一点都不麻烦, 拿出来就这样扔下肚子, 不过这样, 你搞清楚, 喝多少先? 如果你是为了强身, 增加免疫力, 好像长哥那样, 没病没痛呢? 通常会建议你, 每天喝一次, 最好是早上喝, 喝多少? 四分一杯, 即是50cc, 其实两三口已经很够, 越喝越多越有益, 你喝三杯, 没问题的, 健康的人每日一次, 每一次几口就够了, 如果你要医病, 每日两至三次, 每次喝一杯, 即是200至250cc, 整杯喝了它, 你想快些病好, 每日喝几次, 喝大大杯, 好了, 这样喝吧, 那些尿, 先喝哪些尿呢? 就是建议你喝自己的尿, 喝早上第一点尿, 就喝不要头不要尿, 中间那一段尿, 就是你喝的时候, 要喝新鲜排出来的, 就不要将它放几个钟先, 三五分钟, 你一开出来, 即是喝了它, 就是不建议你喝几个人的尿, 都没有人这样的, 除了你特意去开个派对, 只是喝自己的那些, 就不要将别人的尿混下去了, 就刚才我说了, 你如果是为了加强健康, 一天喝一次就够了, 就喝少少, 如果你想病快点好, 就一天喝几次, 每次喝多多, 甚至如果你想效果加倍, 可以不断大量喝, 有那麽多就那麽多, 你喝那麽多喝那麽多, 100%喝失落肚, 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你听过很多报道, 在野外有人找不到水喝, 喝死之前, 就是慢喝自己的尿, 没事的, 喝那麽多喝那麽多, 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是我们嫌麻烦的, 你想青春, 你想美, 你想免疫力提升, 有那麽多多, 没有问题, 数量是没有上限的, 那麽, 怎麽喝呢, 刚才我说了, 就这样喝, 不过其实, 你初初学, 初初尝试, 可以很多方法的, 将它混在果汁, 或者其他东西喝, 可乐也好, 啤酒也好, 混在一起喝, 就是这样, 根本, 你拌少少尿下去, 汤呀, 果汁呀, 果菜炉呀, 那些, 完全是不觉的, 完全是你心理的问题, 除非, 除非你身体是非常不健康, 你吃很多肉, 很多调味品, 那你的尿呢, 就会很难, 那些味道就很差了, 很难入口, 要不然, 你稍为健康点, 那些, 就是拌去其他饮品那里, 就很容易接受的了, 好了, 最好呢, 就是慢慢喝, 即是搭真的味道, 就不要嘴嘴喝, 这样啦, 最好是空肚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就, 一般的专家都说, 在空肚喝最好的, 早上喝最好了, 早上喝, 其实经验之谈啦, 早上那些尿呢, 是比较不好味道的, 即是日头那些, 是比较没那么大股味的, 早上那些是比较大股味的, 为什麽呢, 经过一晚, 经过一整晚呢, 它累积了很多东西, 所以呢, 喝早上第一毒的尿呢, 就是时半功倍的, 鼓励你喝, 就是, 如果那些老年人, 一般, 整天晚上要上厕所的, 尿贫, 可以喝几次的, 即是半夜三更去摇一次飲一次, 夜晚的尿質質好很多 喝得多些有益的 這就是不內服 現在講外用在外邊 第一就是鼓勵你將尿就用來朗口 或者一隻有幾次含在口那裏 有少少好像做油拔那樣 不過油拔就是用油 現在我是用尿拔 一日幾次你可以含著它 含一陣子 你含著的時候 你的口腔裏面的黏膜 可以吸收到尿裏面有些微量活性物質 就醫好很多病的 這一個特別適合什麼呢 口腔炎 牙筋炎 那條舌有病 就是可以的 所以下次你的牙有事 或者口腔有什麼不妥呢 含著尿一陣子 用尿朗口是可以防治癌症的 可以防治癌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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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 還有很多病 在上一集上都列出來幾十種病都已經有紀錄 就是說飲料是大有所獲的 好了 第二 除了是 因為剛才我說的要來朗口之外 就要來塗了 淘末要來塗 可以塗在眼上 可以塗在耳上 倒在耳朵上 那怎樣做呢 你用手拿點尿 這樣塗就可以了 滴下去 滴少少下去 如果你的眼睛就是有什麼 偷針眼 叫做墨粒腫 或者你有紅眼病這些 就是用尿液去塗眼睛是很有效的 不過如果你是有膀胱炎 臨病 尿道炎 腎炎的 那些尿液就不適宜用了 如果你有皮膚問題 牛皮癡 濕疹那些 你試一下 用尿去塗它 新鮮的尿液 原來效果就是比不上舊的尿 舊的尿怎麼來的呢 就是你拔出來 擺在一個容器裏面 其實我們做是有些特別的容器的 找一個罐那些 要乾淨的咯 就蓋著它 要密封它 封陷它 擺它幾日 或者曬下太陽 擺它幾小時 這些就叫舊尿了 舊尿就是很好的 接使污紋陷完吞了它 可以嗎 可以的 這樣咯 吳衛方就說 我試過不難喝 如果接受不到 可以試一下洗澡那段時間 就試一下喝一兩滴先 好多謝吳小姐提議 這是很好的 待會兒我還教一些巧合你 那你不要走著 聽我說在這裏 我就教你一些好巧合 剛才我講一些舊尿了 我下一集再講一些高深的技術給你聽 再遲些請專家來講給你聽 你下星期四 13號來 你會聽到我們那些真是深入研究的專家 長哥不是的 雖然我是資深用家 但我有些朋友是真是深入研究 專家中的專家 下星期四是歡迎你來 你可以來錄東西林 這裏有一條連結 有連結 你可以快點報名 或者我們會在Zoom做的 那大家亦都可以在這裏做 好 就是給毒蛇咬傷之後 可以飲料 又可以將尿塗在傷口裡解毒 如果你被蜜蜂刺傷 就不要理那麼多 就用尿去查傷口 甚至一般的蟲咬 被不知什麼蟲咬傷 就查得了 你總之很癢 腫痛 都可以查尿有效消滅的 甚至被蜜蜂刺傷很多時候都有 你試一下用尿 我都試過的 你試一下 你譬如去到一個地方 被蜜蜂刺傷到手腳很癢 自己做人體測試 左腳查尿 右腳不查 你比較一下 哪一樣止痕得快些 很明顯的 或者另外一樣就是椰子油是可以幫到你的 那你就試一下 查尿好 還是椰子油好呢 這個就可以用來比較了 好 這個第二 就是這樣查一下一下 就是可以用濕呼的方法 什麼叫濕呼呢 你用一條手跟一塊布 就是浸在尿那裏 就是放在箱口那裏 是什麼呢 聽住了 下次你被熱水錄傷 或者是冬傷 有些冰或者什麼 或者被蜜蜂倒傷 或者是撞傷很大個雨痕 就是第三種方法 你用濕毛巾或者布 充滿了尿 就說著它 這是第三種方法 這樣咯 就是 不過這樣咯 就不要擦它 不要擦它 還有你可以用按摩的 就是怎樣呢 人家按摩通常都是用按摩油的 你現在就不是用按摩油 而是塗尿上去按摩 那些手段 也是很棒的 看有沒有人肯和你做 沒有就自己做 譬如你的膝頭撞傷 或者你小腿肌肉抽筋 很累 那你試下自己和自己做 因为不容易找到别人用自己的尿去塗在身体上, 适合于被虫咬伤,外科的问题, 肿、鱼那些,就是用尿来做按摩, 还有你想不想你的皮肤变回17岁呢? 细乱光滑清洁,用尿就可以了, 不用买那些高贵的化妆品, 就是皮肤美容尿就可以了, 没人教你因为没钱赚, 还可以促进气血运行, 我现在忽然想到, 你很想你的情侣,你的爱侣, 就是疏你, 你又疏他, 你又想他健康, 想他病快点好, 想他止痕止痛, 肿, 你叫他拿一些他的尿来, 你跟他按摩很正, 好了, 还有可以用来洗澡, 怎样洗澡呢? 就是在浴缸那里, 在那里放些尿下去, 或者是找一个面盘, 或者是一个桶, 譬如假定, 你是痴瘡, 直脚有皮肤问题, 线, 香港脚那些, 或者阴度痕, 很多姐妹, 阴度有时都有问题, 那你就用一个桶, 你自己是蹲在那里, 或者坐在那里, 就是尽量用一些很浓的尿去浸住它, 就是用尿来浸浴, 是很正的, 好了, 还教你做了加强版的天水, 怎样做呢? 那是啦, 将尿放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面, 玻璃瓶就可以了, 就拿去太阳那里, 曬它四个小时, 行不行? 曬完之后, 可能变成红色, 你不要怕, 是正常的, 那时候要来喝, 要来茶, 就是疗效, 是多加几倍的, 或者那时候, 你就将它, 不要曬了, 你已经做了这些超级疗液, 特农犯, 可以塗一些出来, 就是要来饮用, 放在汤里, 放在果菜里, 很正的, 或者是不稀释, 就要来茶, 或者要来敷, 很正的, 所以是啦, 下次你譬如, 被咬了那些, 即使, 要等四个小时, 你先用普通的尿, 但就制造了这些, 也都有人, 这个我未试过, 但我的朋友专家试过, 就将尿放三个月, 放六个月, 你家里如果有这样的条件, 不会压, 封得很密, 那些味道不会出来的, 就摆在那里, 摆它三个月, 摆它六个月, 哇, 这些就是陈年的天水, 更正, 这样啦, 好了, 最后想说, 你怎样可以打破抗拒尿液的心理关口, 真是很难的, 因为, 从很小开始, 我们就很抗拒尿, 觉得它骚髒, 觉得它不卫生, 有害, 这样, 现在长高怎么说呢, 你都很难说服自己的, 没错, 没错, 那现在我就告诉你, 有计, 有计, 尿呢, 是应该没有味的, 没有颜色的, 这样就健康了, 那你先令自己健康一点, 那就是说, 割肉, 你一吃了肉蛋奶, 那些尿就很压的了, 所以说, 那些人经常都说尿很压, 那谁叫你吃肉吗, 还有谁叫你这么多的, 亚健康状态的毛病吗, 就是你整个身体液很酸, 你吃了很多不健康的东西, 你又夜睡, 你又周身这儿不妥, 那儿不妥呢, 那时候你的尿就是很难顶的, 是会是这样, 那如果你是这样, 有什么办法呢, 有, 你试一下, 现在教你喝第一毒尿, 第一次的鲜水, 我教了很多人, 是可以的了, 其实很简单, 你将尿, 第一次, 第一次, 稀释十倍, 或者一比一百, 几滴尿, 就是放到一杯橙汁那儿, 这样喝, 是心理的, 哪里有味的, 是不是, 就是小小几滴尿, 放到大杯东西那儿, 大碗汤那儿, 要先冲破心理关头, 如果你不想这样做, 那是不是很容易做先, 还有在日头, 挨抬的时候做, 那时候你的身体是会, 那些尿比较稀的, 在喝第一次之前, 或者你还是觉得那些尿很能喝的时候, 大量喝水, 或者其他的液体, 喝茶, 喝汁, 喝汤, 喝汤, 喝多多, 那你的尿就很稀咯, 很稀就没味咯, 我们想它没味咯, 那如果你还想它好味咯, 强哥经常教你这条好矫, 吃些香口的水果, 荔枝, 芒果, 菠萝, 热情果, 榴莲, 这些是不是很香, 你最喜欢的那些味, 雪梨, 吃些水晶梨, 那样, 你的尿就有那些味的了, 你的尿就是水晶梨的味, 那样, 可以不可以, 就是尽量喝大量的流质, 令到你的尿很稀, 就是同时, 如果你喜欢, 喝多些, 吃多些, 就是香的水果, 那就行了, 那就是这样咯, 还有就是实行上来, 有具体的建议的, 就是最好, 你就花点钱, 买一个特别的杯, 用来装料, 我建议你买一个池的杯, 打得烂的那些水杯, 选一个你很喜欢的款式, 这一个杯, 就是唯一用途, 是专门要来装料的, 就放在洗手间那里, 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有条件, 譬如家里只有一个人, 就建议你, 那些尿拿出来, 就拿去外面喝, 拿去露台喝, 拿去厅里喝, 就不要在洗手间那里喝, 不过如果外面很多人, 那就不方便咯, 如果方便的, 即你是一个人住的, 我看到K就说, 我说那些水果全部都很湿热, 湿热就偏酸性, 未必咯, 应该有压味, 不是咯, 你搞错了, 湿热会令到身体, 它不会立刻令身体很湿热变酸, 这是长时期的, 还有就是, 根本水果未必是湿热, 湿热不是水果湿热, 是你的人湿热, 是你的人的反应, 这个很复杂, 讲下去, 今天没时间慢慢解释, 你看我其他讲食生的影片, 解释了的, 很多东西, 这些人以为它是很寒凉, 其实它一点都不寒的, 甚至不是凉的, 很多人弄错了这些, 连中医很多都搞错, 它是以我传我, 人云亦云的, 好了, 就是这样, 总之, 你会喝完头一两次之后, 就冲破了这个关口, 心理关口, 以后喝了就很简单, 通常我估计, 是需要一两个月, 你喝了二三十次以上, 那就是没问题的了, 你是当喝茶那样喝的, 很多人都说, 我自己都觉得, 初初喝的尿, 是觉得好像什么呢, 好像西洋菜那样的味, 是真的, 西洋菜汤, 对不起, 西洋菜汤那样的味, 那就几好, 慢慢你自己习惯, 是心理的, 你初初的时候, 用大比例的其他饮品, 即是小小尿, 多多汁, 多多茶, 多多汤, 将小小的尿, 一两根, 就倒入大碗汤那里, 平时喝开那些, 你喜欢喝的东西, 这样就行咯, 那就是咯, 你试下, 我向你挑战, 试下喝下, 天水咖啡, 即是说, 用自己的尿, 混在咖啡那里, 我现在是, 就是, 针对咖啡引君子, 你这么喜欢喝咖啡, 你肯定不脱, 你这么大人呢, 那你试下, 好过瘾的, 好了, 讲了很多很多很多, 没完的, 一次讲不完, 下次再继续跟你讲, 其他尿尿法, 我们喝天水的经验, 我也都会讲很多见证给你们听, 如果不是那么正, 不会用了四五千年, 全世界的人都用的, 是我们这么笨, 不会用的, 你就知道, 肯定有效了, 刚才我说, 谁叫他不用钱吗, 没人赚多你钱, 所以没人向你推介, 就是, 是一场歌在这儿, 才不怕面懵, 博骂, 在这儿跟你介绍, 如果你觉得, 讲这些是有用, 阿丹提说很有啟发, 如果啟发到你, 快些传给别人看, 将我的连续给别人看, 你可能够了人的命, 你可以令到他青春, 不用破费, 多好美, 今天多谢你收看, 我是临走, 做一次感恩, 邀请大家很静地, 进入这个状态, 于是, 你就是晚上睡得很好, 还有, 刚才收到那么多的信息, 就更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价值, 我们很感恩, 大自然设计到了, 有一些不用钱的, 这么方便的灵丹妙药, 给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饮用, 搞定自己的健康, 我们很感恩, 自己有机会, 透过饮料, 去冲破心理关口, 和全世界作对, 挑战推翻, 我们自小被人洗脑的概念, 够胆进入真正健康的新心灵状态, 我们很感恩, 在香港, 在外地,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仍然现在, 有人不断地去很努力, 好东西和人分享, 就是教人家饮料的, 特别是Victor, 特别是Chakman, 很多谢他们两位, 所以我们可以时时支持上歌, 去做这件事。 好了, 大家试过天水了, 有什么后果呢? 有什么感觉呢? 多些来分享吧! 多谢你收看! 拜拜!